哎呀呀呀呀呀 我收到一个任务 但是我解不出来要怎么办 诶 我也收到一个任务诶 你说到什么任务啊 你先讲 不要 你收到什么任务 你讲啊 你真的是 我呢说在这次生活节呢 要去解一个任务 就是要到我们前镇的旧部落 找一尊妈祖庙 跟一尖城隍庙 诶 我的任务是跟官字有关的 这个官不就是前镇镇南宫的官圣帝君吗 妈祖 城隍爷 官圣帝君 这中间会有什么关联呢 太复杂了 太复杂了 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 话说我们今天不是跟阿丹有约吗 阿丹人呢 重点是阿丹啊 阿丹 阿丹人呢 阿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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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远就听到你们是不是冤家在草草的吗 阿丹你啊 不是我跟你讲 他刚刚 说他收到一个任务 他真的非常奇怪啊 他说 我们组合起来是前草有关的 还有城隍爷 我问你 城隍爷 也不是你跟我说 城隍爷会跟官地 官圣帝君有什么关系 你不讲话呢 你解出来的吗 你解出来的吗 这么久丹 天丹 对我给他 走 解出来的吗 你们要去哪里解出来的吗 本集与中山大学品创基地联名播出 中山品创基地生根浅草多年 去年在前证举办首届创创生活节 深获好评 今年虽因疫情而改变模式 但仍延续前草精神 并提出算 知前草青年力 并邀请一步就出走 带领大家来起誓别 其实这两块任务版呢 就是要说 这八组呢 跟城隍爷爷都是要 跟官圣帝君有关的 哦 跟官圣帝君有关 没错 在前证呢 镇南宫的官圣帝君是很重要的信仰 所以呢 我们要去找这个 妈祖跟城隍爷爷 都是受这个官圣帝君所提拔 而来成神的 感觉这里面真的很多故事 我们走吧 来我们来到了南圣宫 这里的主神呢 是妈祖 不过呢 他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那个林默元人的妈祖 而是诸姓人家后天成神的上等人 你说的诸姓就是前证最大姓的那个诸姓吗 没错 很酷吧 诶 我有个问题 为什么他可以当妈祖啊 哦 来跟我来 其实这位天上圣王呢 就是诸家第二房第三柱 第七房的祖先所担任的 他在世的时候呢 乐善好时 其实后来失明了后还是如此 那去世之后呢 就由我们正南宫的帝君引领修行 所以在民国五十九年的时候呢 就雕了这座开击的神圣 那起先呢 是供奉在这个后代子孙的家宅里面 三年后呢 上天又派任了很多位神明一同下凡来祭祀 所以就成立了这个诸如堂的堂号 这个诸如堂的堂号就是南圣宫的前神 那民国七十九年的时候呢 我们圣母去了北港朝天宫任职 回来之后呢 升等因此也必须建庙 所以呢 也才有了今天的南圣宫 诶 那那边那一尊是祭公师傅吗 很像吧 但其实不是哦 他是道祭大师 他也是后天成神 一开始是跟随这个观音菩萨修行 后来呢 我们天上圣母来委托他协助处理共事 所以他也一起来这个南圣宫 一起来帮忙 那其实他有十个兄弟 他是排行老二 大师兄没有来 然后呢 这里呢 他的师弟呢 会一一分离 给这个需要指定的特定人士 那像我们这个五师弟呢 他因为指定的这位大哥呢 他家里不方便共同 所以才祭祀在工作 嗯 所以城隍爷去什么回事啊 城隍爷我们就到城隍庙去啦 走吧 现在我们走的这个地方呢 原本是一片片的余温 那后来呢 把这个余温填顶之后呢 住在上面这些温鸟里面的灵体 就没有地方可以住了 所以他们就藉由梦境呢 去指示这些住在附近的人们说 去反映说他们就是没有地方可以住了 那这些人民呢原本不知道 所以他们就去大庙请教这个观生帝君 那观生帝君查明之后呢 就知道这些灵体原本就是没有害本的意思 他们只是借由梦境来反映这件事 所以呢 嗯 观生帝君就指示这些人民呢 可以一起来帮这些灵体建庙 所以这些庙就叫做万种祠 也就是我们这个慈政宫的前生 所以他没有是英神吗 嗯对一开始称为郑海明帅 并担任帝君的南英主将 后来呢在民国51年的时候呢 高升为霞海城隍 那庙名呢也从这个万种祠甲的齐政宫 可是这霞海城隍的霞海 不是霞城的意思吗 对多半是如此 但是是上天所赐呢 还是说这些灵体 有没有可能原本就来自于霞城 这就不得而知了 你们看城隍爷的旁边呢有谢范将军 而他的价钱呢又有文武判官 跟日夜游审 后殿呢 则是奉仕观音佛祖 观音佛祖跟城隍爷一样是会降价 替信众处理事情的哦 怎么感觉这里有点人烟稀少啊 对可是这里以前是住非常多人的哦 有点还有夜市 但是后来因为政府重化道路 所以受影响的这些人家就帮走 我知道再加上产业外移 无路的人不再聚集在这里 所以人口就剩下年长者比较多了 对所以在此也帮城隍爷公告一下 现在这块庙地呢是庙方向政府承租的 那庙方希望早日让城隍爷有个安稳的家 所以呢也希望十方善信大德勇跃相助哦 呦我的任务完成了 我的任务也完成了 那你们收看的吗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加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 拜拜